难逃一劫呀 家人们 这是外星一家在飞船上苦苦挣扎的第五季 你们猜这一季咱们从哪开始 嘿嘿 寇佛的宝定 不是 快把裤子拉烟拉上 不要对着蓝皮外星人开冲啊 真是我们的好葫芦 正经人谁能想到从定眼子里把观众拉出来的 历经上一季的苦苦挣扎 这一家子失了心人总算恢复了原貌 失去了小菊之后 库服还有些舍不得 憋了半天的泰瑞可算开口 咱们这七十二遍到底啥情况呀 谁能解释一下 老观众大概很熟悉剧情流程了 新观众咱们解释一下 外星一家五口人 还有一只叫做永宝的关键成员 按照道理来讲 永宝会将地球改造成适合失了心人居住的环境 但结果显而易见 地球不仅没变 这一家人还被人类通化了 不是阿姨先要带着他们来到外星 恐怕这辈子就那样了 这颗星球有着能让他们恢复原样的新大气层 那么问题来了 谁愿意回到地球那个狗窝星 众人疑惑了 谁想回 这爽爆了好不好 连永宝都恢复了正常颜色 好星球养人呢 几个月过去 这日子越过越滋润 寇佛要开始搞事了 下午最高裁军官要来外星一家 决定是否给予他们永久公民权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寇佛拟了个舔狗讨好计划 要点就是不能太浮夸 杰西复杂熬汤 小雷来清唱国歌 泰瑞只要能老是购物就谢天谢地了 受试家具时 泰瑞询问寇佛 这星球是不是完美的有点假了 寇佛觉得他想太多 这星球还能有邪恶科学家做实验不成 别填马行空了 泰瑞识别只能暗自不爽 寇佛回到客厅 将家中的浮夸装饰全收了 这么一收拾 瞬间干净多了 他瞅见杰西路过时诡异的神色 果然从他手里翻到了调味剂 煮汤就煮汤 不准加科技 诶 那边那个 还搞上对比色了是吧 赶紧给老子洗干净 全家没有一个神经的事吧 是的 泰瑞出门不仅没购物 还将家门口那块看上去 就不对劲的监控树给拽回家了 你就说这个东西邪门不邪门 寇佛张了张嘴 算了 懒得喷 隔壁邻居听说 最高裁局官的事 跑来串门 顺便送上了自己的慰问品 机器人杰克西 寇佛不喜欢这个家伙 一来就破坏自己的房子 还欺负我们可爱的永宝 两个邻居也是自觉 坐下开始磕瓜子 寇佛刚解决完监视术 最高裁局官就来了 没有拖泥带水 一进来对方就开始点评 寇佛不放心 杰西钻进了厨房 果不其然 神厨杰西做出来了最完美的汤 就是肯定过不了审核 杰西只能忍痛道理重做 再看看回家的泰瑞 很好 头盔是没买的 太空野牛是领回家的 这个牛牛绝对被基金改造了 寇佛直接将他请出家门 咋着 这家里还有能办事的不 小雷来 你告诉我这傻玩意儿 小雷笑嘻嘻表示 RMX版本的国歌厉不厉害 寇佛两眼一黑 索性裁局官没听到 为了避免再生事端 他将对方丢进了口袋词员中 幸好手速快 因为接下来将会是一场糟糕的表演 杰克西和永宝斯大 从楼上滚了下来 碰掉了杰西制作的起司炸弹 砰的一声 所有人都遭殃了 裁局官走出来一脸懵 寇佛不想眼了 装作无聊和适宜这颗星球的人真的很累 他们爱这颗星球 但是裁局官觉得不行 他们就会离开 裁局官头脑风暴一番后 告诉科夫 虽然咱们星球喜欢不浮夸的功名 但假装就是最浮夸的事 你们没有假装就不算浮夸 所以恭喜你们通过了裁局 成为了可乐卫三号星球的永久居民 泰瑞带着重磅惊喜山山来迟 他在地下找到了秘密控制这颗星球的怪物 心灵狂人扎拉茨 科夫一瞧 这不熟人吗 全银河想当当的邪恶外星种族 好吧 那就是说 他真的在操纵这颗星球 用监视术监控居民 还在野牛身上释放化学物质 让人民变温逊 并坚持不浮夸方针更方便控制 扎拉茨嘿嘿一笑 说的一点没错 不过知道自己秘密的家伙 全部都会被绞杀 他控制居民 对外星人家发起进攻 孩子们当仁不让 拿起工具冲在了最前线 这颗星球被控制了一百年 所有居民都被洗脑 他一下令众人瞬间被包围 家庭矛盾也就此爆发 泰瑞压根就不喜欢这 虽然总是一副乐偏派的样子 但谁乐意走路上放个响屁 就被取个耻辱外号的 就和你喜欢你的人类菊花 被他们称为炼钢屁一样 感情你小子这么不容易 寇佛为了让他冷静下来 进行了一番真情告白 于是这才开播第一集 俩人就恨不得在观众面前 惊喜一些高速活塞愈弄 杰西受不了了 你们能不能打 不能打下线 作为战略担当的俩孩子 已经做好了处决的准备 就得一身理下 扎拉茨请求和解 只要放过自己 就让他们在这当皇帝 思来想去 大家同意了 寇佛夹了一条 不准再让那群人 叫泰瑞的外号了 扎拉茨却不同意 说这是自己的理念方针 寇佛瞬间黑脸 那就取消协议 既然自己的宝贝不开心 那就不算天堂 眼看着扎拉茨准备进攻 寇佛反手就把他变成了一盆植物 失去控制的子民们 变得超级浮夸 赶在被殃及前 一家人驾驶飞船溜溜球 寻找下一颗已居星球 爱因山告诉他们 选择只有两个 重返地球或者去阿凡达世界 想着过往情史太多了 地球前任从美国 绕到地球一圈 杰西球放过 先爱人不想放过他 硬生生选择了地球 然而在他们没有发现的地方 杰克希竟然找信跟着一起走了 这才回到地球一会儿 可否已经开始想念可罗威生了 泰瑞还是适应得很快的 已经过上了家庭主妇的生活 邻居凯文 载着他们这满满一大兜子的快递室来 竟这对外星夫妇的日子 还是如此平常 提议去搞个新婚蜜月爽了一下 啊 你们不会不知道蜜月是啥吧 两人一乘以后的呛他 谁会不知道多蜜月是什么呀 呛完回家就开始谷歌 泰瑞急不可耐 咱们确实还没有去lovelove一下 现在就出发吧 寇佛觉得行 结果杰西走过来打断了俩人 想去买潮鞋 寇佛问言道 我看你像个潮鞋 现在就开始划三八线 不许还打扰自己 一波为平衡一波又起 小雷打垒球把手打断了 二人组直接忽视了这群小麻烦 提上行李箱就走 孩子们是在家被嫌 在学校也被老是嫌 奈何孩子们好学呀 他们就想知道 大人去度蜜月干啥 说到新人压根都没有新机关 造孩子都靠着特殊构造的生动 弗兰基让他们立刻闭嘴 再下嗶嗶就留级 两人立刻还好 不要把我们和那群小色魔灌在一起啊 弗兰基掏出了自己的 俩大兵哥色色模型 孩子们两眼一黑 学习性知识是为了不出去烂岗 所以他要求俩孩子守着这袋糖 当婴儿去照顾一周 小雷觉得这简直像是顺手的事 弗兰基笑了 因为他对自己的糖果大不尽 所以必须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婴儿 小雷用射线扫了一下 那袋糖果就被赋予了生命 接下来就是围棄一周的试炼 与此同时的度假村的酒店内 寇佛和泰瑞在爱心大床上滚来滚去 蛇战三百回合 副员端来了网红鸡尾酒 还暗示他们 这儿可以爽兮好货 代价就是给自己一笔小费 同时还有泰瑞最爱的迪克巧克力 没想到度蜜月能这么爽 俩人都兴致高涨 打算先溜酒再出门继续摆票福利 一个度蜜月似乎成为了黑卡通行证 所有人都不会对两人的无理进行批评 哪怕论开枪都在被允许范围内 只是苦了孩子们在家带娃 小雷展现了自己作为爹该有的担当 那就是在家躺平打游戏 杰西一个人带娃都穿了九个街去了 现在给小雷受难了 说到受难就不得不扯回到好夫妻这边 蜜月时间只有一个星期 结束后就只能回到内裤后面没罐头的时代了 更何况他们之前还惹了不该惹的人 恐怕蜜月结束就会被举杀 但他们没有能将时间大规模停止的办法 扣佛脑子一转 既然如此 不如就延长蜜月所在的星期 在酒店前台的帮助下 他们拿着导航来到了某处 寻找祖先人留下的飞船 拿着钻石搞一阵瓦 一个旁人大物出现了 两人进入到内部之后惊喜发现 这哪是什么飞船啊 这纯银拍现场看一眼都脏了 扣佛身心很重 直接掉出面板增加太阳系轨道宽度 迫不及待回到星期酒店继续爱的大和谐 然后在下一天继续调宽度 扣佛已经觉得自己有点急性了 但太阳瑞曲和魅魔附体的一样 都快黏扣佛身上 这慢无止境的带娃噩梦 到底何时才能醒来 小雷和杰西都快崩溃了 毕竟他俩腰带的可不止这唐宝一个 还有俩混是魔王 等到太阳瑞他们不止死活的 调到周五时的时候 整个小镇都已经变成罪恶都市了 加上太阳距离地球越来越远 极端的寒冷天气也在袭来 小雷已经不在乎什么好父母名头了 只想给唐宝一个手机 把他冷静下来 等到唐宝不哭 俩人才终于松了口气 始作俑者还想点单继续享受 结果睁开眼发现大家都被冰冻住了 火星也在朝地球撞 重力导致地面上的一切都被飞速吸走 太阳虽然不舍 但依然希望 寇佛用他那颗聪明的毛袋瓜 帮助星球恢复以前的模样 哪怕蜜月结束 毕竟之后每年都能来这儿 庆祝结婚周年 还这么淡定的坐在客厅里 看着周围的变化 这都庆幸的是 先前客服替房子装了人造重力 可不幸的是 唐宝在看节目时 发现节目里使用的材料 是自己的远房清解 唐宝愤怒地出了家门 俩孩儿为了性教育客及格 只能启动鞋子追上去 紧随时候的永宝 以为没有鞋子 差着被吸走 原本是欢喜边界的杰克七 将他给救了回来 还送了个霍格沃兹小口罩 永宝瞬间一笑敏恩仇 和杰克七成了过密兄弟 说回到大日月表 波动太阳系容易 但要回归原始 就必须同时按下十个开关 四肢正好等于四个按钮 但是胯下的要咋问呢 寇佛胯下一聊 完蛋 他也只能把生动掏出来了 虽然很恶心 也很羞涩 但泰瑞还是将肚脐筹给打开 寇佛不知道该不该吐槽 这家伙的生动 怎么和梅隔包皮一样 泰瑞在看到寇佛的生动时 大吃一惊 开美颜了吧 凭什么 按下按钮后 世界终于安静了 最后人在历经50多天后 迎来的光明中午 孩子们从淘宝口中 救下富兰基后 成功及格 一切都算没发生过一样 除了寇佛家 因为卧室里 多了张丑到爆的爱心情绪床 断了身体 主打的一个就是 收藏就等于练了 看了就等于练了 所以当泰瑞被寇佛给打断的时候 收不下去的黑锅 就已经飞到了寇佛脑袋上 寇佛现在非常兴奋 想在后院建造披萨烤摇 能够在家自制披萨的魅力 还是很诱人的 一家人火速准备好出发 临走前 杰西给强国的小人们 留下了一捧糖豆 直到这时候他才发现 小人们似乎越来越少了 因为大家已经在后院 建起了新的家园 来到家具城 客国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和自己一起 讨论披萨烤摇烤的高手西欧 虽然他嘴上说的是 敬重博取的西欧 但泰瑞总觉得 这小子心术不振呢 好在俩人是柏拉图式的恋爱 有人能陪他讨论这些无聊的东西 泰瑞耳根子也能清静掉 一番激烈神吻后 泰瑞给了老公巧吞一下 客服看上去心冷淡 没想到闻挺大 一上来就管修叫daddy 在场撒人 俩人都愣了 修属实有点怕难痛 撒丫子就跑 觉得客服缠自己身子 客服也想不明白 自己到底哪根神经大错了 这种骚泡事 应该只有泰瑞才会干啊 可惜孩子们没看到这一幕 可惜了 为了弥补自己 和西欧感情间的闲息 他打算动用外星科技 生死重复装置 将分子重启 回到刚过的那一天 一家人在这一天 多少都有点遗憾 毅然居然按下了按钮 这一次 小雷要将 打扰自己睡觉的夫妻赶走 集系要拿下 自己想后的香蕉分打 客服摩拳擦掌 泰瑞贤惠地替他按摩 结果一开口 又急了 狗屎 太糟糕了 客服又想重来 泰瑞却被香精卫搞得头晕 有点抗拒 可惜这个装置 但是不允许他临阵脱逃 泰瑞男王要回来时 三人已经处在了动静时间 就等他了 泰瑞打算去困个教杂回来受死 艾依莎怎么叫都没用 摄门太阳的泰瑞 顺手将可乐罐 丢到了草丛里 久违的甘露 让小人们迅速聚集起来 为水沟村带来了新的物资 人类的潜力是无限的 这力俨然成了一个有魔影王的小镇 苏菲亚和老叔套话 希望他能允许自己 去看那个忽然出现的可乐罐 因为朋友们都去了 老二拒绝了 因为店里只有自己一个人 忙不过来 而且距离很远很危险 自己还在执拗变小 本就有亏 他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冒险 后悔自己也对小雷 大火大火的地恩天 苏菲亚知道老叔的不容易 并不再冒险 此时的泰瑞 正享受着沐浴后的影集时间 想起寇佛 捞到自己不足之甜品 泰瑞又转头去了点机房 没想到遇到了 和自己一样口味的杰瑞 就连穿衣风格都是一个款式 俗话说 知音难觅 俩人一聊 嘴就掀不住 他一高兴就跟着人家回家了 没想到这杰瑞家里 卧骨藏龙 一整个游乐场 被遗忘的家人 已经开始发臭了 永保皱眉 碰上了空气猩猩剂 在鬼祸了一下午后 泰瑞总算想起了自己的家人 然而杰瑞却不愿意放他走了 用锁链直接给人 运控在原地 这下车里完蛋 那头雪沟村 来了只旁人大物 盖文没想到 自己一下车就被认出来了 然而和他本人压根没关系 刺猬海吉 毕竟还是有些太瞩目了 小黑虽然话多 但却是盖文的粉丝 在他的帮助下 海吉躲进了农场里 盖文一进酒吧 就听到了关于食物的密谋 老奥想雇佣人帮自己送食物 大庄却因为有了女友不想冒险 盖文一听 运送费一万元比 直接认过去表示 自己的刺猬可以帮大忙 然而老奥并不信任他 为了获得信任 盖文将酒吧打扫得干干净净 还修补了损坏的地方 老奥依旧不看好这个外来者 严苛到索菲亚都觉得难受的程度了 但盖文依旧没有放弃 帮着解决了闹事的酒鬼 谁知老奥态度刚软 盖文就被小黑给被刺了 直接叫麦克给引了进来 为什么盖文愿意对老奥好 就是想接下任务 拿一万元比还债 麦克只给盖文留了一天时间 老奥这下知道了盖文的动机 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定金三千 物资送到后再补围款 最好破晓就出发 泰瑞想离开 但杰瑞太难缠了 为了让自己这位知心好友开心 他自高奋勇去买布丁 泰瑞打算借机离开这 但锁链纹丝不动 他只能借助电话联系西欧 替自己解决这个武警问题 西欧一听 对方愿意开信用卡 便让他听自己的指挥 用道具解开锁链 泰瑞刚解开锁链 就被杰瑞给撞见了 对方饥渴地扑向逃跑的泰瑞 男人一块儿掉进了洞里 滑到了按摩椅旁边 泰瑞灵机一动 给他一脚踹了上去 杰瑞哭了 为什么要如此拔掉无情 泰瑞告诉他 因为自己有家事了 他赶回家以后 火速和家人们一起重回家具厂 他第一次如此想念这个地方 寇佛简直不敢相信 泰瑞却胜有成竹 让他继续叫爹地 不过记得补一句 自己要开信用卡 果然西欧不再爬狂童山 泰瑞也端着杰瑞最爱的布丁 来到了他家 展开了一份新的游泳 何江焕的背后是强国的惨案 老奥本放心于解决了一场新童患 结果一位陌生人 却在深夜造访了水沟村 刀巴南骑着蜥蜴直奔酒吧 老奥立马将索菲亚藏了起来 就这样在刀巴南的刀下与命 他在寻找一样东西 可惜最终无功而返 破晓时 毫不知情的盖文 还在期盼着好日子的到来 殊不知 索菲亚已经躲进了车厢里 平静的一天 从赫佛寻找拥抱开始 唠叨的声音让小雷觉得烦 他寻思着 干嘛不用自己做的寻找拥抱程序呢 赫佛表示 那可不行的用 用一次三千花了豆 直接狗扣光了 小雷白眼一番 一个积区根本不花钱 你不要乱说 打开APP一看 孩子就在接对面啃垃圾 估计是开始坏牙了嘴痒 赫佛不明白 家对门咋有个这么恐怖的鬼屋 杰西不解 不是你把人家格兰发射落外太空的吗 赫佛不承认 自己在这个绿色清新频道 做了这种事 所以接下来出场的 是银奇景特播品 格兰在飞龙太空 我真是惊对了不少事 体验了人情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 最终还是选择了背叛好友 加入银奇景 和鬼屋宿的格兰家不同 凯文家热闹非凡 有钱人要送孩子去有钱学校读书 确实值得炫耀 但寇佛卿嘴戳的认为 这压根没必要 咱们永宝能做附属呢 你家小孩能吗 话音刚落 可能她的永宝就被点炮了 既然如此 那寇佛也在永宝 也送到巴拉拉学校去 校内环境非常不错 还有一颗 你只在植物带着僵尸 见过的植物树 凯文艺的书角 让杰西兽女心跳爆炸了 寇佛也很满意 但校长却说 入学申请很复杂 而且昨天就已经截止了 杰西觉得 这是校长的欲擒故纵 校长文言 便将孩子放到了愿望清单上 泰瑞本想炫养 却被那一家人给嘲笑了 不是有背景 不想让孩子读书 那我们就自己 创造一个疯狂外星人学校 让这群势利尔王八蛋 趋之若鹜 他们将格兰德加 当作了据点 创造了辉煌的 寇佛先生学院 在这里 你不仅可以学会室内码术 术理课程 还能看到黑洞 传统的书角 已经不能满足孩子们了 要有在线表演 才是真的爽 原本还只够呛的爱丽丝一家 现在阿谀奉承的 像撤回了昨天的狂言 别人崇拜的感觉 让俩人彻底忘记了 科技带来的快乐 是有副作用的 意外来得很快 这些的课堂上 孩子们忽然眼眸金光 念诵着诡异的诵词 像丧尸一样集体逃走 还攻击了自己的父母 做着春秋大梦的俩人 被吓了一跳 孩子们这是要把爸妈的灵魂 拿来做猪饲料 被诈取灵魂的家长 全都变成了一滩烂泥 爱依莎怒了 早说了不听吧 马上那群孩子 就要征服世界了 快去阻止他们了 科佛坦白了 自己其实不是喜欢那些性感家长 只是想让永保技术高端教育 不走自己小时候的弯路 大家安慰他 谁小时候不是个熊孩子呀 科佛坦然多了 一家人出动去解决那些真正的熊孩子 去惨遭滑铁卢 最终还是爱丽丝一家晒了温场 但他们此行可不是来解围的 而是阻止科佛他们 爱丽丝已经提前收到了哈佛的录取信 又是一件重置了 知不咋办 万幸一家不解 为了成就 地球都不要了吗 然一周后 在爱丽丝一家的治理下 整个幼儿园变得秩序紧燃 孩子们也已经Next Level 所以永保再次赶了出来 科佛坦觉的扯淡 直接将自己的珍宝捐了出去 实现全国义务教育 这一下 所有学校都没法挑人了 包括被爱丽丝一家占领的幼儿园 懂了吧 得不到就毁掉 与此同时的外太空 宁静宁奇景最终试炼的时刻 道琪救下了被欺负的鸡仔 一起站在了试炼的起点 道琪一马当先 但为了给鸡仔打气 被对手给超过了 最后一关 鸡仔集中深志 让道琪一起放射 被鸡刘送到了终点 拿下了这关的利益 虽然作弊 但是动于了头脑 成绩没有被取消 道琪也和鸡仔成为了好友 作为被歧视的种族 鸡仔加入银奇景 不是为了报复 是想从内部改变这一切 很快就到到试炼的最后一关 道琪却被教官叫住了 他因为优异的成绩 已经被提前录续了 教官直言 那群人没一个能当上银奇景的 因为卑劣的出身 所以那群人最终只能成为 安抚外星的炮灰步兵 道琪才刚和鸡仔成为冠门兄弟 不忍心看着他送死 毅然决然地冲进了试炼场 想要阻止鸡仔 然而上头的鸡仔却以为 道琪是想抢走自己的民恶 一路上都不想和他说话 道琪被迫和他们一起当了步兵 去清扫精英怪 这下鸡仔不得不相信道琪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曹尼一面 我们下期再见